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远远流长 包罗万千 其中的一个分支便是俗话 俗话是通俗易懂 但是言简易该的话语 古往今来 在坊间流传的俗话有很多 可以说是琳琅满目 无所不包 涵盖的范围 涉及到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中就有这么一部分俗话 是涉及到橡树的 橡树则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的民间学问 也被称为香人之术 是老祖的识人术 今天要讲的这句有关橡树的俗话 叫 投生九龙骨 早晚必显富 这句俗话是什么意思呢 时至今日还受用吗 这九块龙骨到底是哪几块骨头 又为何会成为彰显富贵的象征呢 下面我就来给大家具体说说 一 颧骨 作为人类头部骨骼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颧骨能够成为九块龙骨之一 是非常合理的 颧骨位于人类头颅两侧 靠着头骨的其他部分 并且连接着鼻子脸颊 可以说颧骨的形状是决定 这一个人的面容是否好看的基础 古人讲究的帝王之相中 颧骨饱满就是重要的标准 因为饱满的颧骨能够撑起人的脸部 让人的面容看起来四方而协调 长相看起来很端正 如果颧骨突出或内线 就会让一个人的面部比例不协调 也就是我们俗话讲的尖嘴猴塞 而一个尖嘴猴塞的人 是怎么都不会被人认为是帝王之相 同时 颧骨的拳字与权力的拳字发音一致 因此长着良好的颧骨的人 也会被认为能在未来手握巨大权力 二、龙脚骨与龙公骨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有一双美丽的眼睛 能为自己的容貌加分不少 龙脚骨和龙公骨就是决定眼睛是否好看的骨头 也是头骨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龙脚骨在眼睛的上方 是眼眶的上半部分 因此平滑的龙脚骨能够勾勒出帅气的眉毛和眼形 我们常说的剑眉和柳叶眉 就是拥有平滑的龙脚骨的男性和女性 而龙公骨在眼睛的下方 是眼眶的下半部分 同时也起到了塑造眼形的作用 如果一个人的龙脚骨饱满 那么他的眼睛就会炯炯有神 反之一个的龙脚骨若是内线 那么此人的眼睛就会随着一起内线 会显得没有精神 所以如果一个人的龙脚骨和龙公骨都长势完美 那么他就会有一双美丽的眼睛 自然是会被人所夸赞的 三、日脚骨与月脚骨 日脚骨和月脚骨在人眉毛的两侧 是龙脚骨延伸出去的部分 与龙脚骨一起组成了眉毛部分的形状 如果说龙脚骨是给眉毛定型 那日脚骨和月脚骨就是对于一个人眉毛的精雕细刻了 如果一个人的日脚骨和月脚骨能够顺着龙脚骨延伸 那么这个人的眉毛就会和眼睛持平 保持一个非常好看的角度 如果此人的眉毛正好是见眉 而日脚骨和月脚骨也很平顺 那么有了这个合适的角度 眉毛就会展露出一股鹰气 给人年少气盛的感觉 让人觉得此人年少有为 久而久之自然就会被当成帝王之相了 四、一马骨 拳骨和鬓角的连接之处就是一马骨 这块骨头决定了拳骨的走势 就像是一个将军指挥军队一样支配着拳骨 如果一马骨的长势良好 同时也会带动拳骨的生长 所以一马骨是非常重要的头骨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 一马骨也控制了古人并发的走向 我们都知道古代的人都会留非常长的并发 然后细细打理 一马骨能够左右并发的走势 让有的人的并发能够垂直向下 颇具先锋道骨 同时 它也能让有的人并发四处横生 就像张飞李逵一样 木发冲冠 混乱无比 前者的形象能够被认为是稳重有大局观 而后者则 只能够被当作莽夫和勇士 无缘帝王之相了 五 将军骨 在左右耳上方的骨头被称为将军骨 同样 这一块区域的骨头也是帝王之相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军骨控制着耳朵的生长 如果一个人将军骨内线 那么这人的耳朵就会贴合着头部 整个头部失去了耳朵扩展出去的区域 就会显得比例失调 反之 如果一个人的将军骨突出 那么此人的耳朵就会外扩 俗话说大耳朵有福气 将军骨延伸而导致外扩的耳朵 就会被古人们认为是好运的象征 六 福气骨 福气骨又称福气骨 从字面上看 就能够看出这块骨头在头骨中的重要性了 福气作为中华文明的开创者 是中华历史长久以来的顶梁柱 而福气骨在人的面容上也起到了顶梁柱的作用 福气骨在人面部的正中间 位于鼻子上方 连接着印堂 确定了一个人的印堂形状和鼻子的走向 印堂不用多说 其形状确定了一个人的面向 如果福气骨尚不塌陷 那么这个人的印堂 就会一直深陷在塌陷的福气骨所塑造的阴影之中 给人一种印堂一直发黑的印象 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福气骨控制了鼻子的走向 如果福气骨下部的长势不好 那么鼻子也不会太好看 甚至会塌陷 作为人脸上最重要的器官 人们在关注面容时第一时间看的就是鼻子 所以鼻子不好看 会摧毁别人对自己的第一印象 没有了良好的第一印象 还谈什么帝王之相呢 七 聚凹骨 聚凹骨作为福气骨的延伸 也在塑造面容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聚轮骨是连接面颊和后脑的重要部分 但聚凹骨本身不像其他骨头一样直接塑造脸部的形状 因为在大多数人身上 聚凹骨并不可见 所以虽然这块骨头很重要 但是一般是看不到的 所以聚凹骨突出 让其他人能够之间看见自己聚凹骨的人是十分罕见的 所以在古代如果见到聚凹骨突出的人 大家都会认为此人是万中无一 并且未来能够创造自己事业的人 如此看来 虽然投生九龙骨 早晚必显贵是古人封建文化迷信的一部分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九块骨头实际上 确实决定了一个人的面相 比如马云 我们发现虽然他的面部比较小 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脸弱银盆 但他的九龙骨都生得很好 马云的额头非常宽阔 几乎到了少有人级的程度 全古丰满但并不突出 整体上看尽管不够俊美 但古相很好 比起现代人 古代人更加注重古相 可以说历代雄主 开国皇帝也都够得上骨骼青旗 后汉书《光武帝记》中记载的 《光武帝刘秀》的相貌 便是身长七尺三寸 美须目 大口 龙准 日脚 便是明确指出了刘秀 具有九龙骨相 看起来面相之说 确实有一定道理 因为在现代看来 面若满月并不是很难实现 但在古代身体强健 骨肉丰满 并不那么容易做到 因为生产力和社会制度的限制 古代普通劳动人民 很难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平民百姓能够吃饱 已经算是生活富足 这种情况下 大多数人都是发育不良的样子 所以拥有九龙骨相的人并不普遍 这类人大多身体强健 性情也比较刚毅 所以往往更容易成就一番事业 那么 只有这么寥寥几个出人头地的人才拥有九龙骨吗 其他人就没有吗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千百年来中国经历了无数人事的变迁 怎么可能只有这么几个人符合九龙骨的要求 其实我们都知道 在同一个时代 不可能只有一两个人符合九龙骨的标准 但成为帝王名臣的却只有那么几个 除了命数 决定命运的其实更主要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 有一副有福气的面相是天赐也是父母所赐 这其中毕竟存在着基因遗传 但后天的努力是成功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如果自己没有进取之心 那么即使爹娘生给我们一副帝王像 那也不过是白白浪费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